今天早上又有一个妈妈就在说 小孩发烧了怎么办呢 所以大家碰到发烧的时候 都是会比较紧张的 其实我发现就是孩子一发烧 就来看医生 我也能理解因为发烧 经常有人就跟我说 他觉得那个一发烧就有脑要被烧掉 然后当然脑子被烧掉 是个不好办的一个事情 这是肯定的 所以大家很容易担心说脑子会被烧了 对 实际上发烧的话 就不会把脑子扫坏 没有这样的事 主要是大家很担心发烧后面 可能是不是有什么会很严重的病啊 就是所以特别担心嘛 对 这是很正常 实际上发烧后面有的时候会有严重的病 但是经常不是这个情况 所以大部分时间就不是这个情况 那大部分时间是什么情况 那怎么样子知道这个会是严重还是不严重呢 大部分时间是让小孩 从六个月以上就开始有 经常有病毒引起的感染 为什么是六个月以上呢 因为那个时候他把他的那个 妈妈的那个抗体在 他在自己的学历的妈妈的抗体 它慢慢的消失 就是说妈妈给孩子带来的抗体 就慢慢的就是消失了 对 为什么呀 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过程 然后孩子 不管是吃母乳的还是配方奶的 所有的孩子都有 就是六个月之后 就是来自母体的这个免疫能力 就慢慢的消失了 所以孩子要自己建立自己的免疫的 对 然后每次他碰到一个新的一个病毒 妈妈已经碰到过 所以妈妈有抗体 所以原来他可能有这个这个病毒的抗体 就后来因为不是他自己的抗体 这个抗体会慢慢的消失 然后他会做他自己的抗体 对那个 他自己会抵抗对那些病毒 就是小孩自己会产生抗体 对抗这个疾病 对 他每次碰到一个新的病毒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些反应 比方说发烧 对 没错 除了发烧还有别的吗 然后当然他会 他会一碰到一个病毒 他会有所有的这个病毒的一个反应 就生病 他会生病 然后大部分时间就是那个 他会流鼻涕 他也会咳嗽 他也会有的时候会发烧 比方说很常见的一个病 就是那个小儿急诊 小儿急诊叫做会发烧三四天 高烧 然后他会突然一下退烧 退烧之后就会发一个疹子 你说的是小儿急诊 对 急诊 对对对 这是非常常见的 就是所有的小孩都要通过这个病 那这个小儿急诊是大概在什么 什么阶段会有呢 多大年龄的时候 就是那个比较早 他会可能八个月到十二个月 就会出这个 有的当然是更早的 这个没有一定 一般来说是八到十二个月 觉得越早一点越晚一点 那除了这个话 平常的这种发烧 大部分时候都是病毒感染引起的 对 所以小孩差不多从六个月以上 可能差不多晚一点就是 特别是冬天 他会一个月一次发烧 或者有那个牛鼻肌咳嗽 冬天的时候 几乎一个月会一次发烧牛鼻肌 对啊 如果他去那个 非常频繁 如果他跟别的小孩 他提出别的小孩 那他会更频繁 然后每次一个这种病 是两个星期的时间 他会溜鼻肌咳嗽 发烧三天 所以冬天的时候 老觉得孩子不停地生病 没错 那有的家长说 为了避免跟小孩接触 不送他上幼儿园 或者是少出门 这样有帮助吗 会有帮助 因为这样的话 这个病一好了 他就会 他就又生病了 因为如果一好了 他又会接触到别的新的病毒 对啊 又会生病 如果他不碰到别的小孩 他的可能性 碰到别的病是少一些 当然 不管有小孩 就是大人也会传染给他 感冒就是由不同的病毒引起的 对吧 有很多很多 我老说 你就是每次你碰到一个新的病毒 他会给你一个名片 然后你说这个名片 你就会生病 但是你有这个名片之后 你就放好 等于说你有抗体 然后你不会再生病 因为你认识这个病毒 你下次碰到他的时候 不会再生病 没错 就这样 对 一个月一次是比较多 但是经常就这样 经常有妈妈就来看 然后她说 哎呀 她不停地生病 不停地咳嗽 她不短的两三个星期 就没停地咳嗽 或者一个月 好像是从九月份 就不停地不停地生病 小孩是这样 但是她长大以后 她就慢慢地长大 她会越来越少 一般来说三岁以上 就不想那么平凡 大了后生病就少一些 对没错 产生更多抗体了 就不太容易生病 对 是这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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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